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本週初公布,本財政年度首8個月的整體開支為5,572億港元,收入為2,388億港元,錄得赤字3,184億元,雖然上年11月的財赤只有約60億元, 軟較過去幾個月的每月數百億元低,但由於第四波疫情於上年12月顯著惡化,令政府急急收緊抗疫措施,最終拖累經濟活動,從香港採購經理指數於上年11月的50.1急錯至12月的43.5, 顯示商業信心急速轉壞,尤其是產出Output和新訂單,New Orders,市場看法是悲觀的,至於政府收入,由於經濟活動大幅放緩,稅收必會受到影響, 這無疑為公共財政帶來壓力,雖然主要稅收多在財政年度後期收取,但新冠疫情揮之不去,加上政府只能夠在下個月才開始為市民打疫苗, 即使香港經濟能夠復甦,也要等到第二季才會出現,現時政府需要做的事支援重災行業, 盡量減低失業潮,破產潮和結業潮對整個經濟的影響, 究竟本財政年度的財赤會否是一個天文數字不者相信答案非常清楚? 然而,更加令人憂慮的是人口急速老化已成為本地公共財政的一個計時炸彈。 據統計署公佈的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 香港人口將在2041年見頂,而封頂人口只有810.85萬 勞動人口也預計在2024年見頂 除著人口老化急劇惡化,勞動人口會加快萎縮, 吸本地勞動力帶來龐大易風 現屆政府對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始終沒有交出功課, 但如果任由人口老化不斷惡化, 香港的長遠經濟增長必會受到壓縮, 絕對不會如政府預測未來幾年的經濟。 增長平均每年高達2.8% 和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 在2014年估計的在2026-2041年期間, 每年本地經濟增長仍可達到2.5%, 因為人口老化令福利和醫療開支持續增加, 但在勞動人口收縮的影響下, 中長期經濟增長步伐會不斷減慢, 政府收入也會被拖累, 最終驅使政府進入持續財赤年代, 所謂公共財政可持續性, 也變成過眼雲煙, 人口老化驅使勞動人口減少, 即是老齡人口佔勞動人口比率, 又稱老年撫養比率, 會隨著時間上升, 從統計署提供的資料。 老年撫養比率在2019年是249,以1000人計算, 但在2039年已升至508, 反映人口老化最終會為社會帶來負擔, 這亦是一個難以逃避的現實。 長者越多的社會, 中長遠的房屋需求是越弱的, 但政府的主要非經常收入是賣地, 但在人口不斷老化的情況下, 社會對土地的需求是不會高的, 這意味政府的賣地收入將會很快出現問題了。